我再念一遍 西菩提白佛言 我这样子讲了你们就清楚 师尊佛得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 唯无所得吗 佛回答 是的 是的 西菩提 我以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 乃至无有少法可得 是名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 当然了 空性 灵 我没有得到什么 但是我得到的是空 我得到的是空 空就是灵 什么都没有 那是你原来本来就有的 我们常常讲那个天上地下 是吗 天上地上 天上地上 唯我独尊 天上地下唯我独尊 天上地下唯我独尊 这个我是什么 就是灵阿尿多罗三菩提 这个我就是佛性阿尿多罗三菩提 只有它是可以讲独尊 一都不可以讲 一还有一阿 不管你清静到什么程度 那么我们今天修行的意思就是讲说 我们是在清静自己 从初地一直到十地 这个净分 这样子 我们就是在清静自己 你清静了一分 清静两分 清静三分 清静四分 清静五分 清静六分 清静到完全清静的灵的时候 就是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 这个就是叫我们行者 就讲说 我们是在修行 为什么无所得呢 因为 那个灵是本来你自己的 佛已经讲了 众生都有佛性 只是你没有 不知道而已 你没有把它开花 没有明心见心 你还是众生 所以众生的明 是因为什么 因为你还没有看到佛性 就是众生 你已经 觉悟了 你已经看到佛性了 那么你就是佛性 佛性 不是从师父那里得来的 也不是从别人那里得来的 更不是谁给你的 所以燃灯火给这个 释迦牟尼佛受祭的时候 佛也是讲 我没有得到什么法 我没有得到什么 他给我受祭 是给我受祭 但是我没有得到什么 因为佛性本来就是你自己的 你当然是无所得 所以这里这个主要是无法可得分 第二十二 就是在讲明 不是谁给你的 不是师父给你的 也不是别人给你的 也不是男的给你的 也不是你的给你的 也不是释迦牟尼佛给你的 也不是阿弥陀佛给你的 什么都没有人给你的 只有你自己往里面找 你把你的习记 我执 烦恼 全部清除干净的时候 完全清除干净的时候 你忠于你显化你的佛性 就是灵 那个就是阿尼奥多罗 桑妙桑菩提 那这一段的意思 谢谢大家